戴笠二十五 响路飞飞博奖 王雅乔在湖州招兵买马 消息也传到上海十里洋长 恰巧被那位曾经与戴春风谈过话的小憋三听到 马上向戴春风报告 戴春风想把去从军的计划跟母亲妻子说了 毛秀丛不吭声 只看着婆婆 蓝月喜先是劝了一番 无奈儿子主义已定 只好说 你去吧 我也记了职责 只是有一条你必须记得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出门在外 没有几个可靠的朋友不行 你要去的地方 想必同乡不少 先去探论探论 结实结实 到时也好有个照应 戴春风觉得母亲说话在里 去峡口站一打听 问的江山县有名叫胡豹一的人 在王雅桥下很红 于是顺藤摸瓜 问的胡豹一家的地址 去他家探望他的父母 问有何口信要烧 说他马上就要赴湖州 投奔王雅桥门下 有了这一层关系 戴春风来到湖州 白雀寺浙江纵队主地 打听到胡豹一的住处 两人见了面 虽然不认识 但一口江山土话 谈起来很是投机 又带来胡豹一的口信 胡豹一很快就把戴春风 引为知己 胡豹一得知戴春风 是来从军的 想到从此又多了一位同乡 非常高兴 把他引到王雅桥面前介绍到 这个是我好朋友戴春风 人称江山才子 文武皆备 而且为人足智多谋 他从前离家漂泊 想投奔一支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 剪除强权 保效国民 终不可得 春风肃闻司令英明 久欲追随左右 只恨无缘得见 金剑司令正是用人之计 顾不远千里 特来投奔 往司令收留 王雅桥 见这名 势利于前的青年 面色微黑 两眼炯炯有神 神态却颇为千功 问道 为什么来投军 戴春风来胡州之前 就已经把王雅桥的底细 摸得清清楚楚 得子此人 投身心态革命 屡受强权所迫 不为当局所容 尤其对北洋军阀政府 神怒痛绝 事不两立 且此人屡出微境 实质不渝 性情刚烈 极富侠义心肠 推中人才 不计小节 于是挺胸昂首大道 小时候 先生问立志 吴答曰 西圣西贤 西豪杰而已 而今曹吴当道 坚拧横行 战乱不已 民不聊生 西圣西贤 皆为泡影 学生唯有跟随先生 只一立府 铲除豪墙 小命将场而已 王雅乔一听 十分高兴 当即任命戴春风 为一名分队长 拨给戴春风 数十名新兵 命其训练 自从戴春风 尊王雅乔为师后 恭敬甚独 为了得到信任 便向王雅乔进言 先生若要发展壮大 眼下可不拘 一格广纳人才 王雅乔果然采纳 这个建议很好 我马上号令下去 广纳有识之士 春风若认识什么人才 可向我见来 一经审定 当动用 待春风眉头一皱 记起西湖奇悦的胡宗男 立马道 春风认识一位朋友 姓胡 名宗男 就在胡州中学毕业 现在在校方一所高校 任校长 很有抱负 能力在我之上 我还有一个同学 姓毛 名仁凤 江山县 吴湘村人 为人处事非常成功 办事能力 一般人都集他不上 他已从省力医中毕业 王雅乔大喜 你修书 把他们都叫来 待春风遵命 给胡宗男 毛仁凤 割去信一封 言明王雅乔英明无比 威震四海 现在准备大力发展 广罗人才 来他门下 定得重用 当今世界 群雄并起 历来 使食物者为俊杰 不要措施 两计 校风江山 离胡州不远 几天后 戴春风正在操令的士兵 建议青年闯入营区 逢人就问 戴春风掩明 认出此人正是胡宗男 下达休息命令 迎上前去 与胡宗男相拥 引路途艰辛 胡宗男没有吃饭 戴春风领他到食堂里 吩咐火房弄几样菜来 两人寻以僻静之处 边坐边吃边聊 处离别之情 戴春风 把自西湖一别 又投奔哲义师 去上海的经历 诉说了一遍 胡宗男摇头叹息 唉 自西湖一别 宗男仍回校风任教 因为校计混乱 制度松散 我有心把校风高校 办成有名的小学 上书县教委 言明自己之志向 如能让我做校长 我一定大张旗鼓整顿 上方接信后颇为重视 对我也很赏识 派人下来调查 落实有关事项 谁知 学校那帮人 智学的本事没有 搞阴谋诡计 却拿手得很 偏要与我作对 那个叫王威的 勾结校风本地教师 他们重口一词 说我夸夸其谈 纸上谈兵 没有真才实学 校长的位置 就被王威抢了 拜春风听了狠狠道 这个王威 我若不是军务在身 定去上海叫一帮兄弟 将他的房屋踏平 再揍他个遍体鳞伤 胡宗男连连摆手刀 算了算了 与那些人计较 有损自己身份 戴春风也只是说说而已 并不认真 又说 我的信是几时收到的 胡宗男道 昨天 真是巧呢 自从王威当上校长后 我就离校跑到上海了 在朋友张云开设的毛竹行混口饭吃 这时候 日逢孙中山 在广州开办了一所黄埔军像 在上海秘密举办了第一期考试 我参加了 听说音报名时人很多 所以要去广东举行复试 趁着这个空隙 我决定回一趟老家 并顺路去了校风高等小学校 恰好就收到了你这封信 戴春风道 这么说 你也不能肯定就在王先生下面干 哎 我们兄弟什么时候才能长期相处啊 胡宗男说 也不尽然 考没考取还不一定呢 加之 去广州复试 还有一笔路费 我的处境你也知道 我本来连出事都不肯去 是张云 说他最近有了一笔生意成了 可以资助我去广州 你想想看 历来生意厂商和战场是一样的 成不成全凭运气 戴春风说 那兄台如何选择目前的道路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弄不好会后悔一辈子 胡宗男骚着头皮说 哎 我正为此事为难呢 向你讨个主意 戴春风说 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啊 全靠你自己拿了 去读军校 感情好 但如果 那位叫张云的朋友 生意砸了 不能资助你 岂不连这里的机会也失去了 依我看 你不如先在这里去救 同时也修书一封信给张云 若他能指使你去广州 可写信到这里 胡宗男骑掌道 好计好计 这是两千七美呀 戴春风 引了胡宗男去见王雅桥 王雅桥见胡宗男 身材虽不高 但谈吐不俗 气宇非凡 也任命他为分队长 与戴春风平指 自此 胡宗男与戴春风一起 朝夕相伴 情感日增 戴春风好动 好酒 好赌 好色 胡宗男 唯有好赌 对女人 却没有感觉 但彼此能够容忍对方 和平相处